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Podcast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找出你的生产力杀手 那么一年两天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文章 叫告别拖延症 那我们发现说生产力杀手 其实最大的一个共通的许多人都有的毛病 就是拖延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是拖拖拖 不重要的事情拖 很重要的事情拖得更严重 因为就是很重要 然后不敢去面对它 然后觉得面对它很痛苦很焦虑 所以就拖得更严重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是不是也有拖延症的毛病 是不是有一些案子 比如说你手上是不是有一个专案 明天就应该完成 但是你现在可能八次都还没一撇 有没有 或者是有一些案子 你应该上个礼拜就启动 甚至上个月就启动 你可能拖到现在都还没启动 有没有 我是不是说到你的心看里去 或者有一些事 你每天晚上都告诉自己 发誓宣示内心宣告 我明天一定要打一个电话给一个人 我明天一定要做哪一件事情 我非做不可 但是你想到说打那个电话给那个人 有一点紧张有点焦虑 你就没打了 然后那一天回家之后 也是在告诉我自己 我明天一定要打那一通电话 可是隔天上班 你还是没打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很重要 你因为害怕 因为紧张 你还是没做 所以有的时候只是一通电话而已 但是你就是没打 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毛病 以上所讲都是我的毛病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毛病 就拿出来分享 所以在他们伤害评论的很多在谈职场管理的 或者职场效能 如果自我管理 这个拖延是常常被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我今天要继续来分享 一年两天 我分享哈佛伤害评论五月号 有一篇文章就叫告别拖延症 那么这个作者 也常常在哈佛伤害评论上写文章 叫艾丽丝博耶斯 他是一个情绪管理专家 也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也是一个专职作家 畅销书作家 那么这一篇文章 我昨天有提到说 你要告别拖延症有一个方法 就是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固定的时间去做一个深度的工作 把它养成习惯 你就会觉得没那么难 你应该完成了事情 没那么难 那么今天我在讲另外一个 他这个文章的重点 就是我们会拖延 常常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心理的负面情绪 所影响 哪些负面情绪呢 就是你被交付的一个工作 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 其实有时候工作我们都在职场上 不是每一个工作我们都那么的喜欢 那么的充满热情 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些 你本身没有那么喜欢 甚至有一点小讨厌的工作 比如说有一通电话很重要 刚刚不是讲吗 要打一通电话 给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关键的客户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呢 你有一点厌恶 觉得为什么要我打呢 为什么要我打呢 然后这个厌恶呢 其实夹杂的焦虑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又不知道打了以后会怎样 他会理我吗 他会对我热情吗 还是他会能言能语 还是这通电话 我应该怎么讲呢 有一点焦虑 不知道怎么做 又不太那么喜欢 觉得为什么那么倒霉 是我要做 又有那么焦虑 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会拖延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复杂的情绪 第一是厌恶 第二是焦虑 还有一个是悲伤 悲伤怕 害怕 害怕我会不会被羞辱 某一个任务 我要去做他 我会被对方羞辱 或者被他骂 还有就是怀疑 怀疑我可能做不好了 我这个任务 我可能无法完成了 就是有一点缺乏自信 再来就是 有一个负面情绪 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一百遍了 为什么还要我做 觉得没挑战 觉得很乏味 觉得很无趣 再来就是说 你的工作很多 多到都做不完 所以你觉得压力很大 这件事情也要我做 心里有点讨厌 有一点排斥 觉得工作太多 责任太大 所以你也是 有一点小抱怨 或大抱怨 所以其实我们会去拖延 就是以上所有 你可能的负面情绪 不晓得是哪一种 或者是综合 好几种负面情绪 当你有这些负面情绪 你感到不堪负荷 感到焦虑 感到压力大 感到乏味 感到无趣 感到怀疑 没有自信 你就会拖延 所以这篇文章就提到了 你要怎么去应付 这些负面的情绪 可以让你的拖延症 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如果说你了解 你去分析说 你拖延了 现在我讲到这里 你可以或许心里头 稍微回想一下 你现在手上 有没有什么案子 是你很需要 你马上去完成 可是你还拖在那里 还没有启动 或者是你进度 有一点落后 你是不是反省一下 你是因为有以上我所讲的 这些负面情绪 导致你拖延吗 有没有 比如说你现在去评估 你现在如果刚好有一个案子 你评估一下 是因为你的负面情绪 产生这个延误的话 假设说强度 负面情绪 这个强烈程度 最高是十分好了 那么你会延误这个报告的原因 是哪一个情绪是最大 比如说最高的程度是十 是焦虑呢 你的焦虑程度有几分 八分 你的反感程度有几分 六分 你觉得乏味的程度有几分 四分 你觉得你做不好的 你害怕的程度有几分 两分好了 假设说你把你的不同的情绪 都给他下个两表 所以当你确定这些 不同的情绪的分数之后 你的程度之后 你就可以个别来处理这些情绪 然后就可以排解这些情绪 那当你一旦排解这些情绪 你就可以比较可以面对你的工作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拖延症 所以以上应该很容易理解了 譬如说你如果觉得这件工作 你一直拖延 它是因为你 你实际上感觉没处理 很乏味 我已经做一百遍了 老板还是要我做 有可能就是你做最好 但是所以他交给你最放心 可是你已经觉得 我每天都在做这个很乏味 但是你又非做不可 既然已经到你头上 如果原因是因为乏味 那你就可以设计一些小小的奖励 这边安排 就HBR常常分享这些小tips 小方法 比如说你就安排一下任务之后 你就自我奖励一下 或者跟你喜欢的团队的成员 一起来合作这个专案 你找别人一起来 就是你要解决这个乏味的问题 让它变得有趣一点 你给自己一个奖励 我如果把这些案子做完 就请全部人喝一个珍珠奶茶 大家都很happy 那也会让你高兴 或者是你拉别人一起 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人来一起参与 大家可能有一些新鲜感 不知道好玩 所以如果是乏味 你就去解决乏味的问题 如果你让你脱颖的原因 是你焦虑 因为你可能曾经有一些经验 你做这些事情老是被骂 就是你以前可能有做类似的案子 怎么做老板都不满意 老是被骂被退货 甚至被骂得很凶 所以你又接到类似任务 你就感到很焦虑 那你可能就找你的 比如团队的成员 或可以帮你的人 你就解决那个焦虑的部分 总之你一定要有所行动 而不是把它放着 放着等到date案快到了时候 就真的会死人 那么我们这一篇文章的作者 叫爱丽丝 其实常常在哈佛商业评论上 发表文章 那么我曾经在第25周 第四集 那一周都在谈情绪智慧 我也有分享过一篇他的文章 叫做别苛责自己 要对自己温柔一点 那请各位听众可以再回去 再听那一集 那么在这一篇 这个他自己在写另外一篇文章 也就是我今天分享这篇文章上 告别拖延症 他也提到一个 面对负面情绪 因为负面情绪会让我们拖延 你也是可以运用这个自我疼惜的方法 也就是跟我在第25周第四集讲的类似 就是用自我疼惜的方法 来克服你的负面情绪 那么作者呢 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负面情绪 常常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 你做某一个类型的调查或报告 你的上司老是不满意 所以他如果又给你一个类似的 同性质的工作 你就先刷在等 所以爱丽丝呢 就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负面的经验 那么爱丽丝呢 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 也就是还在念硕士班的时候 有一次呢 就从美国飞到澳洲去参加一个 就是会议论坛的会议 那他是必须要上台做报告的 没想到他那一次的报告 其实没有很好 他就觉得其他的同学都报告的比他优秀 他当时呢就非常的沮丧 他形容他自己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 那一天就是状况不好 或者是他却场了 或者是他那一天的 没有准备的很充分 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被车头灯 照到的一头路 就是一个迷路在马路上 刚好被这个车头大灯照到的 那一头路 所以惊慌失措 不知所措 所以后来呢 他也已经变成一个蛮成功的畅销术作家 而且他专门在专演这个情绪管理 可是他每次呢 如果有机会要上台分享 他当年那个不好的经验就浮上来 他就会很想逃避 我不要去演讲 我不要上台报告 我不要去做演说者 他就会很害怕 所以他自己呢 也发现他自己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就花了一些时间 好好来治愈他这个恐惧 就面对这个上台演讲的这个焦虑 那后来他当然是好了嘛 所以他当然就是说 就很强调说 其实我们要面对自己内心的伤口 我们要对自己温柔一点 你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说 虽然我那一次不好 那是因为我是新手啊 那是因为我还很年轻啊 我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已经是畅销术作家了 我已经有无数次的练习分享 所以我一次会比一次好 就慢慢的不断的自我练习 他现在就不会害怕上台 去分享跟报告嘛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验 导致你现在会拖延 会害怕会恐惧 你就是对自己温柔一点没关系 你以前的失败不代表 你现在会失败 更不代表你以后永远会失败嘛 所以对自己温柔一点 你就可以克服这个负面的情绪 那也就可以克服你的拖延症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 其实还有蛮多重点的 在结束以前 我还要再分享一个观点 怎么克服你的拖延症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拖延呢 是因为我们这工作很重要 我们短期内呢 或者是就是先天上情绪上 就是可能我刚刚讲 有一些负面情绪 你要拖延嘛 还有就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很需要你深思熟虑 你一想到就很累 就会抗拒 所以你会拖延 所以这里介绍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化整为灵 就是说 你不要想说 我明天 我一整天都来做这件事情 常常你救抓 是没路因 你这种睡前的 发大愿 是做不到的 就是不要发这种做不到的大愿 你宁愿每天 半小时也好 每天十分钟也好 就是你需要这种很沉重的工作 很庞大量的工作 你就把它化整为灵 每天像跑马拉松一样 我每天跑100公尺可以吧 每天跑500公尺可以吧 化整为灵 你每天做一点 每天做一点 累积起来 你就可以把一个很沉重的工作 给完成 你如果不相信 你试试看 最后我也是要提醒 就是很多心理医师都说 如果你是一般的拖延 那也还好 但是如果你已经很恶性的拖延 拖延到自己都受不了 拖延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你的团队 或你的同事一头 有人很拖延 你相信我 最痛苦的是那个本人 因为他要面对别人的指责 那他的事情永远都没有做完 所以他搞不好会忧郁症 搞不好会有焦虑症 真的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有严重拖延症 你拖延到你自己都觉得 你有忧郁焦虑的话 搞不好你得看医生 我讲真的 这篇文章到最后也是这样的提醒 如果你是无伤大雅的拖延 每个人都会 这个是或许是不会伤根动骨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伤根动骨 会影响到团队的事情 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影响到你的心理 那搞不好拖延症 也是一种疾病 你必须要赶快的就医 这也是这篇文章最后的提醒 最后我要跟所有听众分享 哈佛商业评论的个案教学 领导者学程第五期 正在招生中 请到说明栏阅读相关的资讯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ww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